index 那請各位 把剛剛這個序值1 再按ctrl鍵拖拉 拖拉過來這邊 也許把它改成叫indirect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用indirect 再把它刪掉 重來一下 OK 那 當然你用v2函數不行 或者你可以試試看有沒有其他的方法 目前看起來函數裡面大概只有 這兩函數是比較簡單的 其他或許也可以啦 不過我覺得 可能沒有這個那麼方便 再不然最後可以用vba vba就非常簡單的 直接就ok了 一個清除 1是輸出嗎 來輸出數字 再來就輸出 沒有刪除的 再來輸出刪除的 再來清除 反正這怎麼做 等一下再看 index怎麼做 如果你不知道 該怎麼做也許你可以先 利用那個插入函數 先找到indirect 到底indirect裡面需要哪些 關鍵的資料 那裡面你可以看到 他一定是b欄 所以呢你會發現一定在b欄 所以他的開頭一定是b 然後呢 後面一定是什麼呢 第一個一定是什麼 b2 有沒有 怎麼樣 特別注意喔 這個 indirect是抓這個工作表的實體位置 跟index 不一樣 index 那個範圍的 哪一列開始 是那個範圍喔 不是指 那 indirect是指的是 現在的這個工作表 所以是b2嘛 對不對 再來就b3 所以你會發現 假設我現在是b2的話 按確定 會抓到這個 沒錯 那再來就b3 b4 b5 b6 有沒有 依此類推 2345 6789 所以呢 第一個我們可能需要做什麼 先產生也是數字 那第二個的話再把那個數字 跟b 串在一起 放在indirect 不就可以達到我們要的嗎 應該 了解我那個邏輯吧 所以第一個我們先做什麼 也許先把那個2345做出來 那2345其實剛剛有做過啦 你可以先什麼column 減多少呢 減掉2 剛剛是減掉3嘛 從1開始 那當然打勾 2345是不是 沒錯 可是向下還是2345 所以怎麼辦呢 剛剛講過 加上 倍數幾倍 4倍嘛 那 一次 基本上r 如果 先減掉他現在的列 因為第一次不加 上他的倍數 啊記得喔 先刮弧起來 主要是一定要先減掉才能乘上 幾倍呢 4倍 因為有4欄 以後5欄就5 以此會推啦 反正你可以 這個有點像一個公式啦 如果你不希望 你可能 暫時沒有 辦法了解的話 你先把它 套用也OK 但是你做久了之後你會發現 好像都固定這樣就OK了 好 很多地方都可以這樣用 好我們來試一下2345 應該OK 向下有沒有到 30 大概我們到33吧 OK 好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就取得什麼 Internet的後面 前面一定是B欄 後面是 串接什麼呢 就是這個數字 所以這個是抓什麼 B2 B3 B4 再再來就 B5 B6 B6就放這邊 所以呢我直接把這個公式 減下來 插入 Indirect函數 所以這個做法跟剛剛蠻像的 只是說呢 我前面先串有什麼 B開頭的 and什麼 後面的東西 所以記得喔 加一個串接 然後把剛剛的公式貼上 那因為後面的東西 它會是一個 數字 比如說2 那數字 碰到m的符號 它會自動怎麼樣 碰到 這個串接符號自動判 它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把原來是一個2的數字 碰到它之後的話 自動幫你把它轉成 2的文字 OK這個是 Excel裡面固定的 規則啦 不過Excel裡面還蠻人性的 進化是自動幫你轉換 可是如果你是其他程式 像Python 或什麼Java 它不會幫你轉 它變成你要自己轉 這個差別在這裡 然後呢 串完之後的話 再跟B串在一起 所以最後的話就變成B2 一之類推啦 其他就2、3、4 所以自動抓到你要的位置 按確定看看 有沒有 向右 向下 全部抓過來了 有沒有 再來呢 後面都一樣 所以喔 就請各位試一下 我用那個MID MID比較簡單 插入函數有沒有 用那個MID 這個是文字 所以再來就是剛剛用過 所以我們快速的講一下 MID 然後 你的資料 第幾個字呢 從 那個 這個上面的這個 有沒有 它的LEN 所以 加LEN 它幾個字 然後呢 然後 然後在 冒號 在後一個字 所以加兩個字 記得剛剛漏掉這個 所以 記取教訓 一定要記起來 剛剛漏掉 然後 後面幾個字呢 我不知道 就99 這招還蠻好用的 以後 反正MID 中間算起來的 後面所有的字 給一個99 這招還蠻管用的 因為你就不用再算幾個了 按確定 好 這樣的話 向右 向下 就全部切完了 當然我在雲端上面 也有 有同學問說 老師那我有沒有可能再把四欄 再恢復成一欄 可能啊 怎麼做 我想 這個又太複雜了 雲端上有答案 如果你有興趣的同學 請自行再看一下雲端上的答案 好但是如果你可以自己試做 你可以做得出來 那你可以先自己做做看 因為你工作裡面不外乎 我想 這種狀況應該常常出現 就是 你要把 某部分的資料分到另外的地方去 可能 一欄變成多欄 然後多欄也許你做完 你要的結果之後 以後再把它 再把它做 就是把它合併回去 那這個如果你都會的話 我相信你將來在處理資料能力上面 應該會更加得心一手 那我們其實進階的課程裡面 又有哪一些 因為這個部分是牽涉到 一個工作表裡面的合併 就是範圍裡面的合併跟分割 那未來還會遇到什麼 很多工作表 跟很多個Excel檔案 的合併跟分割 那個當然就是比較後面的 因為 進階課程裡面 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講這個 就是又更延伸出去 那 這個Internet做完之後 請各位可以再想想看 後面 我們會有那個 這個我先把它格式改改改改回變那個 數值 因為他好像 剛好變 第一個呢 如何按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是輸出 2到33的表格 就類似像這樣子 OK 按按鈕 自動幫我輸出到這個範圍 怎麼做 第二步的話呢 這個做完就是把剛剛的那個 再串過來 資料 但是這個時候還有欄 第三個是去除欄名 最後一個清除 OK 總共會有四個按鈕 這四個按鈕的邏輯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做的邏輯 只是要怎麼樣把它變成VBA OK 其實也不會很複雜 邏輯跟剛剛 一模一樣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